张学良口述情势,那些女友们的老公都和我装傻。 张学良增亲口说,我有好多女朋友,我最奇怪的是有三个女朋友的丈夫,他们大概都是明明白白的知道我跟他们的太太的事,可是还要装傻,他们也不是没地位,都是相当有地位的,很奇怪,我就说说奇怪的人,奇怪的是吧。 我前面说了,我是有势力,可是,我并不是仗着我的权势来的,反过来,人家是因为我的权势而来找我,还有,我再说这个,你就能明白,女人要沾上我,她就不愿离开了,我现在要是年轻人,我就要开课了,讲讲怎么管女人的事情。 那三个女朋友是哪三个?我不说了,我告诉你,中国人,外国人都算上,白人,中国人,那个嫖的不算,花钱买的,卖银的不算。 我前后有十一个女朋友,就是情妇,我的情妇算一算,共计有十一个。 我跟你说几段小故事吧,我到上海的时候,到一个人家里做客,她家请客,结果,她偷偷给我写过来一个纸条,纸条上写的是, 请你可怜可怜我,今天晚上你不要走,我就在那个纸条上,改了两个字,请你可怜可怜我,今天晚上你放我走。 这是谁,我不能说,不能讲,这个人已经死了,我再给你讲一个,我这三个里头的一个女朋友,她的仙人是个很有钱的商人,相当有钱,可是,我还是跟她太太来往, 她太太是上海一所中式女校的学生,我跟她太太来往,专门讲春儿的故事给她听,她的太太就陪着我玩,我们常常两个人开着汽车出去。 有一天,我到她家里去,在客厅,我们两个人把衣服都脱了,两个人刚脱了,她忽然跑了,后来她跟我讲,她所谓的丈夫,实际是她姐夫, 她跟她姐夫发生关系了,她离不开她的,于是,她就成了她姐夫的外财,那一次,我们差不多就要发生关系了吗? 可是,她跑开了。 后来,她回来问我,我有点不好意思,我说,我这人很规矩的,这些事情,我向来不强迫女人的,以后,我们就不来晚了,我也不去找她了。 可是,过了差不多两年多,有一天,她忽然上我这儿来,找我来了,她来了,我跟她开玩笑,我说,这可不是我找你呀,是你送来的。 她丈夫姓齐,我说,你来,你丈夫知道吗?咱俩的事,你跟你丈夫说过吗? 她说,是她让我来的,我说,是她让你来的,当然就可以公开了,没事了。 其实,她的这个丈夫,是有点适求我,这个事情,我给她解决了。 解决以后,她丈夫跟她一起来谢我了,我跟她丈夫开玩笑,我说,你别谢了,你也有代价的,她丈夫也笑了。 另外一个,更奇怪了,这个人,我跟她太太非常好,她丈夫看出来了。 后来,她自己告诉我,她说,我丈夫跟我讲,你跟小张两个人玩,要小心啊,这个家伙靠不住的。 她这么一说,我扑痴笑了,还有什么靠住,靠不住的,都已经发生关系了呀。 她丈夫很有地位的,可是很奇怪,我打电话过去,她丈夫却说,你接电话吧,有你一个好朋友来电话,我在电话里都听见了,人,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。 男人的有些事情,真的很奇怪,我亲眼看见的,亲身经历的,有个男人,他姓苏,大伙就管他叫苏大哥子。 他的两个太太,姐妹两个,随便跟人家搞,他不管,我亲眼看见过。 那时候,我还年轻呀,才十几岁,苏大哥子请我吃饭,我亲眼看见他太太,在吃饭的时候,他太太就像一般的姑娘妓女,坐到人家大腿上。 他的第二个太太,就是那个妹妹,饭还没吃完,就跟着别人走了。 那时我就觉得,他和男人出去,一定不是好事,待一会儿,他们俩又回来了,一点也不在乎,那个缩大哥子,他也一点不在乎,可是,这还不是最奇怪的,后面的事,更难让人理解了,后来,整个姓苏的人病死了,结果,他的两个太太,都跟着自尽了。 这是怎么个事,让人不能理解,不明白,丈夫死了,这,两个人都死了,你说这是什么道理,所以这人呢,有些个事情,你不知道底细,你没法知道他到底是怎么个事情,一个人自杀还不行,姐妹两个人都自杀了。 男女的这个事情,我现在常常说这么一句话,人,就是一张纸蒙住了脸,千万别把那张纸揭开,你要揭开了,那幕后就不一定是怎么回事了。 你别揭开,就是仁义大德,你知道那个理学家的故事吧?宋朝的,我忘了是谁,他就是跟他指约两个人搞,那还是理学家的,和他自己的亲侄女,是谁我忘记了,说不出来了。 你知道清朝的大如纪晓兰他说的话吗?生我的,我不敢,我生的,我不赢,其余无可无不可,这是纪晓兰说的话。 在西山,康熙皇帝就问他,你怎么了,怎么回事?他说,哎呀,老陈乐,好久没回家了,他好多日子没回家了,康熙怎么样,就此给他两个宫女,俩宫女陪他, 你说这季晓兰的事,是不是张狂?我现在,也是张狂,我这人最好扯,什么话都扯,要是没有太太,没有女人在我身边听着,我更会扯淡,喝点酒,太太就警告我说,你不要再扯淡了,人家说,老到张狂照要问,我现在就是张狂。